嗨 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土豆沙拉 首先我们把土豆块放清水里煮到烂 像这种大小 小块大丁 大火煮开小火慢焖 焖了十分钟上下 你就要留意了 有的土豆品种呢 它酥的快 有些呢 它就需要更久一点时间 那我们煮到这样 还一颗颗成形 但是呢 你用筷子这样一夹 它就断开了 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沥干水捞出 我们趁热撒一丁点盐 一丁点即可 然后这里呢 我们准备了苹果丁 小碗豆 小碗豆 碗豆呢 你可以用青瓜淡起 但是呢 碗豆翠绿的 最醒目 改刀后的虾仁和火腿丁 那火腿呢 你可以用香肠代替 但是不能是腊肠 要稀释的比较好 还有两颗熟鸡蛋 一般来说 一磅土豆 我会用两颗鸡蛋 材料通通倒入 鸡蛋这样弄 蛋黄一年就碎了 这切蛋白 这样又方便又干净 切成小粒 接下来就是沙拉酱 起作用了 我放的是美乃滋 Mayonnaise 那放多少呢 又不能称对吧 那我们用菇的 在保险的情况下 先放个几大勺 先拌开 上这样拌开了 但是有一点抹不开的感觉 那就是少了 我们再加点 这下就不能大刀阔斧了 要小小步伐 慢慢来 酱不能放过了 太湿太稀 就是过了 肯定也不好吃 拌成这样的状态 不像刚才那样干巴巴了 尝尝味道 是不是正好味 土豆很焦的 你吃多少 取多少 用几个小容器 分装更好 这样就算夏天 也可以在冰箱里 保存个三到五天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